6月18日,安智杰太太杰西卡·泰斯坎本西一名Jessica C 晒出全家福,经常在电影中客串配角的安智杰,生活中却是妥妥的大男主 杰西卡发文透露与子女前往夏威夷一起庆祝父亲节 同时也是儿子6岁生日,她衣着清凉,身材曼妙,紧紧挨着安智杰,由于保养得太好了,与安智杰站在一起相似 父女 另外一张照片是安智杰牵手子女的背影,她的上身肌肉很健硕,双腿却很细 安智杰当天下水教儿子游泳,戴着墨镜一股子的行男气质 看着儿子不时露出雌腹笑容,家庭氛围相当和谐,令人艳羡 安智杰也火速分享了全家福撒狗粮 安智杰的演技和外形都很出色,但她早就不是工作狂了 年轻的时候曾因为过度训练导致金剑撕裂,也曾试过拍戏拍到吐血 现在有了两个小孩的她,不再追求刺激和冒险,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本钱,为了家人学会了爱惜身体 戏里总是出演内奸,男配的安智杰,现实中可谓人生赢家 太太杰西卡比她小11岁,素有,最美嫩模 支撑,一般而言,混血儿和西方人都比较不抗老,皱纹要比同龄的东方人多 不过杰西卡的外号可不是白减的,身材和长相符合了,白瘦幼,的标准,夸她才二十来岁,也不过分 杰西卡还是天生的白皮,怎么晒都不黑,两个子女继承了她的美貌,但肤色则跟安智杰一样比较深 据港媒报道,36岁的杰西卡是美国和菲律宾华人的混血儿 从小在美国生活,15岁到香港发展成为模特,经常在片中客串花瓶角色 杰西卡从26岁开始和安智杰交往,次年就怀上了第一胎女儿 当妈妈后,为了照顾家庭退出演艺圈,身材状况一如既往的出色,相信私下没少健身 47岁的安智杰出道20多年,几乎没拿过什么大奖,而且还少出演男一号 但他的人生相当幸运,曾和李文传过绯闻,还和谢霆锋的妹妹谢霆霆交往 2014年,定情小11岁的杰西卡,有钱有闲,婚姻美满,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 安智杰作为一名很有才华的演员,他的颜值清爽帅气,身形健硕硬汉 尽管在业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始终没有达到爆红的状态 让不少的粉丝观众,都对此感到十分的可惜和遗憾 6月19日,许久不见的安智杰,罕见晒出了最新近况 没想到忙里偷闲的他,竟然带着妻儿一起到了夏威夷度假 一家四口罕见铜矿,一双儿女的最新对脸近照曝光 引起了网友的振振热议和围观 不得不承认,安智杰老婆的基因真的是太强大了 一儿一女,除了继承妈妈的美貌之外,还继承了父母的大长腿基因 6岁儿子,Elvis,身高已经超过了爸爸的腰部 而姐姐Tesson,则长到了超模妈妈的肩膀 兄妹俩五官精致,颜值出众 笑起来十分的甜美软萌,混血感超强 据悉,安智杰的老婆杰西卡是一名混血超模兼演员 她比安智杰小了整整11岁 杰西卡的保养十分得宜 即便生了两个孩子 但她的小腹平平,身材依然曼妙火辣 状态犹如少女一般,和安智杰同框 气质对比真的好强烈 杰西卡还晒出了老公与儿女私下相处的画面 属实是太美好友爱了 父子俩在夏威夷的泳池一起游泳细水 安智杰耐心与儿子互动玩耍 双手紧牵儿女爸爸力爆棚 一家人笑容满面 气氛欢乐和睦 大概这就是幸福的具象化吧 说起来,安智杰近几年已经明显减少了工作 常年定居美国陪伴妻儿生活 身处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安智杰也依旧独善其身 被誉为圈内典型模范的 三好男人 除了对妻子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外 安智杰还兼顾着儿女的照顾和教育 分担着家里的所有家务杂务 闲暇之时,安智杰也会带着老婆孩子 一起游玩度假,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时光 这样的贴心又浪漫的好男人 真的是太难得了 值得一提的是,安智杰从小在离异家庭长大 母亲经验,一手拉扯姐弟三个长大 过程十分艰辛又不易 想来也正是这段难忘的经历 才让安智杰更能切身体会已婚女人的不容易 让她这么的疼爱宠溺老婆吧 不过在与杰西卡定情之前 安智杰还与多位女星传出绯闻 包括李文和谢霆锋的妹妹谢霆霆 据说李文是因为安智杰太黏人 最终才导致了两人无奈分手 但这些都只是她感情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最终安智杰选择了与杰西卡共度余生 两人不仅在外貌上般配 性格和兴趣上也非常契合 是被外界广泛羡慕的一对神仙眷侣加话 祝福安智杰,一家四口生活幸福美满 有小11岁腹白貌美的娇妻 还有一双可爱漂亮的儿女 相比名气,这样的身外物 安智杰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近日,安智杰晒出了自己一家四口的度假照 娇妻又美又白,很惹眼 站在娇妻旁边的安智杰对比相当明显 就这一身的肌肉,看起来身材很有料 但是这胡子拉叉,穿着拖鞋的样子 可一点看不出明星范 仿佛像的经常健身的精神小伙 就连评论区的网友都忍不住地频频赞叹 安智杰小娇妻的美貌 不过安智杰的实力还是很强悍的 如若不仁,也不能娶到 比自己小11岁的小娇妻杰西卡 没想到在影视圈没混到大男主的安智杰 在日常生活中却是妥妥的大赢家 小娇妻不仅貌美,还身材火辣 最重要的是还有两个可爱的子女 这不妥妥的幸福人生吗? 在电影中老是展现硬汉形象的安智杰 没想到私底下也是奶爸一美 从背影上看,安智杰的身材还是相当的有料 肉眼可见的大肌肉快 可见私底下也是很自律的 牵着儿女的背影,怎么看都很和谐 从安智杰魁梧的外形上看 怎么也想不到 她竟然还有这么有爱的一面儿子 在游泳池里学游泳 她一脸爱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甚至还伸出双臂在旁边保护着 果然硬汉柔情起来更拿捏人 可能也是度假太快乐了 胡子拉叉的也不知道整理一下 明星饭都快看不出来了 前段时间整理齐全与小娇妻的合影 俩人还是挺般配的 甚至感觉俩人连长相都有一点相似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 不过说起安智杰的小娇妻杰西卡 不愧是模特 那身材真的没话说 明明已经36岁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怎么就一点痕迹没看出来 精致的五官 小蛮腰吸睛得很 杰西卡更觉得 还是在电影《辣井霸王花》中的造型 那何止一个火辣了得 一身深蓝色的比基尼 傲人的事业线 倪人的直角尖 怎么看都很吸引人的注意 评论区的网友都酸酸地说 安智杰这福气也太好了吧 一双儿女都甚是可爱 就是这肤色没有随了妈妈的白皙 完全向爸爸安智杰的小麦色靠拢了 不过俩孩子小得一脸天真 可见也是在幸福氛围的家庭中长大的 尤其是两个孩子拿到自己喜欢的礼物时 那开心地在脸上一览无遗 乐得两个大货牙都看出来 而且笑起来的样子跟爸爸也太像了 也是令人意外的是 在事业上没有获得特别大成就的安智杰 竟然把自己的个人生活给过得风生水起的 网友都忍不住地羡慕到 又帅又爱的老公 自己怎么就遇不到呢 也不怪评论区的网友这么酸 就安智杰私底下的状态 这谁看了不羡慕啊 收工回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回家遛娃 这责任感属实太强了 尤其是和自己女儿抱一起的画面 那幸福的酸臭味隔着屏幕都闻到了 明明已经工作了一天 以为她会先放松自己 殊不知还是先照顾自己的家庭 卸下防备的安智杰虽然少了一丝明星饭 但是感觉她做回了自己 更觉得是抱完自己的女儿 紧接着开始跟自己的小娇妻贴贴了 该说不说小娇妻的保养是真真的好 对脸拍都看不出脸上的皱纹 就是安智杰看上去有些沧桑 没有娇妻那么亮眼 能打又顾佳 长得帅又温柔 完全在安智杰身上具象化了 私底下的安智杰身材还是相当爆炸 就是少了点明星的耀眼 跟工作中的安智杰完全两个样子 但是还是很有实力的 演技还是相当能打 感觉就是差了点运气 都快五十岁了 这个级别的身材也太能打了吧 如果说私底下的安智杰 胡子拉叉毫无明星饭 那在片场的安智杰简直快杀疯了 就片场的拍摄间隙 就看着指导的教学中 一个侧谋的安智杰也太迷人了 这胸肌 马甲线 哪是一个快年过半百男人的身材啊 甚至很多年轻人都比不过 怪不得安智杰的演技那么能打 这在听教学的时候 那一脸认真的模样 听得脖子上筋都显现了 也不知听得是有多使劲 不仅工作认真 就连情绪价值都给得很够 在看完老师的指导后 惊讶得何不拢嘴 一点没因为自己是明星 而瞧不起工作人员 而真正演起戏来的安智杰帅呆了 即使是在昏暗的环境下 就连侧脸看上去 都是模糊的状态 依然抵挡不住安智杰的帅气 这怎么跟穿着拖鞋 胡子拉叉的对比啊 那是没有明星饭 片场的安智杰简直就是个巨星 尤其是拿起双枪射杀敌人的那一幕 犀利的眼神 凶狠的表情 这没点心理建设的看着 都得被吓坏了吧 更觉得还得是裸着上身 露出肌肉的安智杰 男性和尔蒙是一点都挡不住了 最近不是很流行 书圈 感觉这必须得有安智杰的一席之地啊 除了可能明星没有张艺 王阳那么大 但是这颜值和身材 着实是没话说 甚至比张艺那种纤细的身材 更有看点 要书圈 挤不进去的话 那硬汉的圈子得有安智杰的位置了 这在片场里拿着枪 一脸严肃地看着前方 这认真起来的安智杰 谁看了不迷糊 没想到私底下硬汉的安智杰 私底下是如此的有爱 就是胡子拉叉 穿着拖鞋 太影响形象了 跟旁边的小娇妻比起来 那简直毫无明星放可言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